中国传统文化中 蕴含着巨大的题材挖掘潜力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 且以国家形态发展寂静的伟大文明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作为最繁荣强大的文明体屹立欲试 中国电影人应该重视 对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电影与动画的创作 同样也希望国际友人和我们一起 从不同的角度讲好中国故事 动画电影《功夫熊猫》《花木兰》等 都是选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优秀素材进行创意和加工 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 还有更多的保障 等待去开发和创作 希望全世界的电影人可以 共享中国与世界电影市场的红利 合作共赢 开发出更好的中国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